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老吴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我有一个亲戚,姻亲 他每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偶尔就是过年过节聚会的时候 他老是抓着我跟我聊 他看到很多的书,他想跟我介绍 其中他介绍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就是盐长寿,盐长寿先生的录音 他说要送我的录音带 所以要给我看,我说我要看东西太多了 因此我说有空再看 他说盐长寿讲的就很对啊 他讲的非常机场 因为每次他开车在接送我的时候 他都会在车上,好难得找到一个机会 在乡下的地方很难得找到人可以深入 聊一些思想管理 像这两本书 这个是CD DVD 他的演讲的那个 主要是这两本书在讲的都是 盐长寿先生 他在讲教育 这本他的演讲叫教育应该不一样 然后这边有讲说 你可以不一样 盐长寿和雅都饭店的故事 他在讲,因为他是一个饭店的总裁 他只有高中毕业 但是他是这个所有这种国际 这种大饭店的总裁里面一个奇葩 所以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你可以看这上面 非常的精彩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要把这个所有的观光资源 还有饭店的资源等等等等 统统整合 他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有看头的地方 那这个我看到这个 我听了他的录影带 这个书也大概看了一下 里面讲了很多的名人都在 都编到这个书里面去了 所以这本书如果你把它这样子 这样倒一倒的话 结果台湾所有有名的人都会调出来 都在这里面 网络的天下名人 还有一些名士 不只是台湾 国外的有名的人都在这里面 当然了 因为他是一个饭店的总裁 因为你饭店要招待的是贵宾 那些都是贵宾 那我今天不是讲那些东西 我今天讲这个 这个就是我那个亲戚一再推荐的 就是说教育应该不一样 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 他这个演讲是2011年 现在是2022年 11年前 11年前的演讲 还有他录影 DVD 帮他发行的是天下文化 那这本书也是天下文化 帮他发行的 他里面讲些什么东西呢 他批评到说那个时代 11年前他已经大声疾呼说 台湾现在所有的职业学校的学生呢 在学校已经不再练功夫 也不再想要就业 而是先要升学 升什么 升大学 因为大部分的以前的专科 通通改制成那个学院 技术学院 甚至于三个学院就可以 就可以申请四个学院 就可以申请一个大学 因为大学必须有四个学院 里面不只有理科 工科 还有文科 还有艺术等等 因此很多的那个大学里面 为了要凑足四个学院 因此就会搞出一些 完全没有对社会 没有任何贡献价值的一些科系出来 而那些科系将来就业都是问题 再来少子化的关系 是倒三角形 越来越少 学校一个一个在猜测 从那个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 那现在的大学已经过多了 那他讲了一个统计数字很有趣 他说以现在的大学数量 这个未来的学生呢 一个人要读四个大学 那些大学才有办法活下去 事实上现在各个私立大学 一间一间在收 一间一间在收编 就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人越来越少 那再来就是很多的科系 都是几乎是没有可能就业的 因此学生的数值 入学的数值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低过了高职 那事实上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什么 是高级职业学校 高级职业学校大陆没有 大陆的高职跟我们完全两回事 台湾的高职就是要就业的 甚至以前还有初级职业学校 那高职实际上是应该是社会 所以工业社会的一个主流 不管是高商还是高工 那个都是主流 现在最流行的是餐饮 因为服务业嘛 餐饮旅游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变成一个软体 包括大学在内 大学的体育系里面还有什么 什么海上什么水上 用什么休闲系 这些系你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这边有一大堆 这叫奇马射箭风浪板帆船 其实我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 一个休闲运动文化大学 就是这样讲 只是你是选修 你选修一项你就可以来玩 自速修以上无未尝无回也 有缘的话就来玩 可是学校不是 他是为了拿那一纸文凭 你那纸文凭拿到之后你还是失业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 基层的这个招兵的基层的这些士兵 以前是不认识智都要当兵 现在是怎样 很多去当兵的人是大学毕业的 拿了那个学士学位的 甚至还有硕士去当兵的 那你就知道这个就业的状况有多悲惨 有的人甚至于在军乐队里面 当一名军乐的小兵 士官 士兵 从二等兵开始 但他已经是在某某那个公家的乐团的 当过这个乐师 那为什么他会从公家的乐团 因为现在每一个位置都不好 不容易获得也不容易维持 这个随时都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被裁员或怎么样 因此到了部队去拿到铁饭碗 其实部队也不见得是铁饭碗 只是说他有优先权 因此以前想要说到了部队在学东西的人的机率 越来越少了 现在还有国手有去当兵的等等 这就是显现出来一个社会的就业和供需的严重失调 那这上面他讲的就是说 台湾真正应该要恢复的不是那么多技术学院 也不是那么多大学 而是要让高级职业学校好好的在充实 这些人才是我们的国立之所在 除此之外他讲了一些比其他的文化什么东西 那中间他讲说现在的人分两类 大学毕业以后要搞什么呢 就去拼命去考证照 我个人对证照这个事情 我是嗤之以鼻的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技能减定这个 我也是嗤之以鼻的 所有你拿到任何证照 你到美国去就业看看 没有美国不会承认你的 包括你的医师执照 以我自己来讲 小犬我儿子 在台湾考取了高考 担任了高级公务员 他还仍然放弃 他到美国去之后 他在台湾有四张证照 他们那个行业必须要考四张 大学毕业就要考四张证照 他在台湾要担任这样的工作 绰绰有余 可是他跑到美国去之后 这四张证照 没有一张美国承认的 连他在台湾大学毕业的学历他承认 但是你想拿那个学历来就业 门都没有 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工会 你必须要参加工会 那个工会才有保障 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不是像台湾这样子 随便你拿一张毕业证书 你就可以行走台湾了 甚至于如果你有国外有分公司 你也可以受聘 但是你想拿这个跑到美国去就业 门都没有 因此他在美国又读了硕士 读了硕士之后 他的教授才给他介绍了同业的工作 也就是他们这个本行的工作 那如果他拿台湾的这个大学毕业证书 还有台湾的证照一点用都没有 因此台湾的技能检定只在台湾有用 甚至于在台湾也没有用 我在工厂待那么久 我发现到拿了证照的人都闷不吭声 你说只有在公家机关有用 公家机关就是坐吃等死的地方 没有任何创造力 没有任何的能够发展的能力 所以你拿证照干什么 所以证照是一个多余的东西 同样的像比如说音乐来讲 现在连国乐都有分级 笛子有笛子 古增什么琵琶 各个都有分级 中国大陆也把中国的国术还搞分断了 还搞断级制度 那都是搞不清楚状况的 那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不是有人反对 有啊 比如说吹笛子 我很敬佩的一个人叫做陈涛 他在美国 他是跟那个 跟那个 跟那个笛子名家 那个 很有名的笛子名家叫什么迅的 他的CD什么 我全都有 一顾 他们两个人是 好像是同一届的 同一届 他们那一届只有四个人 因为那个中国大陆他是按照需要来招人 不是整批整批几十几人 不是这样 那那个陈涛先生我很佩服他 笛子吹得很好 可是他到美国去之后 不能够用这个笛子来谋生 他开计程车 他直接跟大家讲 就是在访问他就讲说 我在开计程车 在计程车是他的主业 但是他由华人的团体要有什么演奏有什么的时候 邀请他的时候 他就组团然后去 他们有固定的几个团员 偶尔练习 因为他们是职业乐师 他们以前就是职业乐师 可是你就知道说 像我们喜欢的国乐 国乐是不是只有在华人区域里面 而且还是少部分区域里面 所以你就知道 其他的艺术 比如京剧 地方戏曲 那根本就拿不出到国际来 因为水土不服嘛 就连国乐这么优美的 如果你听世界音乐的话 常常他会运用中国的音乐 琵琶 或者是笛子肖 索纳 葫芦斯等等 巴乌 他会运用这个 因为那个音色很特殊嘛 但是 他真的说 你要能够进入主流的乐团 西洋乐团是没有机会的 可以这样讲 除非你还会其他西洋乐器 你用西洋乐器进去之后 然后你偶尔克串一下 用那个国乐器演奏 仅此而已 所以实际上 这些什么阵兆 我刚刚已经讲过 都是没有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技能竞赛更没有意义 因为每一年技能竞赛 就是一个浪费工厂 消耗预算的典型 因为他要找一家 找一家职业学校 通常是公立的职业学校 然后帮他更新设备 因为这些买的新的机器 全部是新的 比赛必须用新的机器 买了新的机器之后 就留在那边了 那旧的机器就报废了 就报废 因此就等于说是 每一次选一个学校 是为了要更新机器 用国家的钱来更新机器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是没有创造性的 技能竞赛还有技能检定 他的那个题目都是公开的 而且他只是要你很快的时间做出来 跟这个创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要发展台湾的国力 是要发展设计 Design 我这个讲了三遍 你是要人要头脑 而不是要手 不是动手 动手很重要 没错 可是你要动手中间是要创造 他基地他发明创造 这才是王道 所以实际上 那个袁长寿他没讲到这个 毕竟他不是那个考设计的人 所以他不会那么深入 那实际上他讲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他讲说这个考证照 曾经有过一个人 一个人好像是硕士吧 他考了一大堆那个什么网路的证照 结果他后来他工作之后 他觉得说他不如去卖那个摆地摊 卖这个卖什么东西我忘了是烤香肠 还是烤什么东西吧 结果他把那些证照全部表起来 然后挂在他的那个三轮车上面 大家过来一看说 诗文扫地啊 同样的情形在大陆早就发生过 最早以前有一个 好像是贵州吧 有一个人 有一个他们在贵州大概是学霸吧 结果考取北京大学的中文系 结果中文系毕业之后 他刚好那一年开始 中国大陆已经改变了 不分发了 大学毕业不能分发了 由自己去自谋深入 自谋深入就要靠关系 他没有关系 结果他就找不到工作 他想第一阶段到小学去带课头 他觉得太窝囊了 因此他就想说 他这个大学毕业的文凭一点用都没有 他是国文系啊 每天就白日一三进 黄河入海流 知乎者也 的这么样一个人物 结果他想说 他看到看到那个市场上 要卖猪肉的 他想说猪肉摊的这些人没读书 结果赚的钱比他多 那他觉得他自己也有体力 因此他就开始 开始卖起猪肉来了 他从那个教职里面 兼职卖猪肉 后来人家就讲说 你不是学校老师吗 你怎么卖猪肉呢 他说 这个杜晓月嘛 他刚开始讲杜晓月 后来他就越卖越有名 结果后来中央电视台来访问他了 地方电视台访问过之后 中央电视台特别来访问他说 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而且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人 居然在卖猪肉 在猪肉档上 结果跑中央电视台访问他之后 他们当地的政府部门 马上就找到他本人说 这个屈就你了 我们请你到某某学校去教书 不要再摆猪肉档 太难看了 让这后辈的生生学子们 有坏的榜样 你看我们那么努力读书 好不容易考取国立大学 而且是名牌大学 结果后来毕业以后 居然我们 居然在摆猪肉档来卖猪肉 因此他又去教书了 他教书的时候也发生了很多的波子 因为很多人来找他 来跟他取经啊 因为其他大学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 有一个人也是不知道什么大学 好像还是硕士吧 MBA还是什么 他原来在什么资讯公司工作吧 详细我记不清楚 反正他是开了中国大陆第一家屠夫学校的一个人 那个人也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 可是他比这个贵州中文系毕业这个卖猪肉的人晚 而他做的比他更彻底 他就看重说 我们读那么多书 不是为了赚钱吗 结果我们赚钱的那个 写城市的人多的是 可是要卖猪肉的人 可能就没有我卖的好 但是我有这么多学历有什么用处呢 因此他就怀疑 我在那个卖成者眼里面有讲过一个故事 我放在下面各位有兴趣可以点开 还有这个卖凉水的赚钱比金铝还高 还多 这些都是事实 于是他就放下身段去卖猪肉 就开始在猪肉摊上面学徒 看他的师父怎么样 他就从 他那时候没有所谓徒夫学校嘛 就是那个师父怎么讲 他就学他就跟着学 而且他隐瞒了学历 让那个师父不知道他 他有这么高的学历 他就学 学了之后他就 就跟他师父拜拜了 他在别的地方 远处开了这个猪肉党 结果他开猪肉党之后 因为他的管理方式是用 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因此这个很快就出名了 媒体就访问他 这么高学历的人 来卖猪肉 他讲说 同样是卖猪肉 可是我会比人家精致 别人不会解释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好坏 那我现在这边有品质管制 等等等等等等 他用的一切都是所谓的 这个企业管理的这个手段 于是乎他一下就很有名了 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这个人我就在在大陆的电视 电视节目里面看过 专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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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但做屠夫学校 如何呢 他还做了那个厨师 厨师训练 那些训练的人 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 那当然从初中毕业的都有了 到那边去学 学习的时候跟部队一样 早上起来唱歌答树 天没有亮就开始唱歌答树 然后就做体操 搞得一大声汗 就像在操作一样 然后接着他们像比如说 练习练习那个那个 屠夫学校就要练习切肉 剁肉 怎么样刀工 怎样磨刀 全部都是在那个 都是都是在体力活 可以这样讲 当然又有学科了 学科比较不太重要 因为他要在 有的在几个月之内 就要训练一批人 而且这些人绝对可以就业 因为这些人出去之后 就像那个黄埔军校一样 他在各地设点 然后这些人毕业之后 就到那个点上去工作 因此他扩张很快 他很快就做成一个什么 中国猪肉自霸 可以这样讲 自霸就是第一名 几乎都是他 他的天下 因此他成立那个屠夫学校 屠夫学校里面要交学费进去的 但你毕业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创业 但是你也可以加盟他 也可以由他受雇 有很多种方式 他就是企业管理 你看一个学气管的人 学了如何卖猪肉之后 居然可以做的这么样 然后最后他甚至于往上发展 自己养猪 往下发展 那个这个除了卖猪肉之外 还做猪肉相关的肉品的加工 这个上下左右横向 纵向它全部展开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 实际上 这个他这边在讲的东西 就是指的这个东西 就让我们不要光说不练 应该要发挥更多的 我之前已经讲过说 我是反对所谓的这个技能竞赛 浪费工厂消耗预算的行为 因为真正要 除非我们这个东西 能够放出四海而接准 你这民间的工厂 你拿那个什么技术证照 人家根本不理你 你要到大工厂去 有些大的企业可能会买账 因为他买账他也不懂 这有什么意义在 实际上是失去了意义 政府花那些钱搞这个都是错误的 可以搞职讯 但是不要再去搞这些检订 这些检订没有意义 同样的 今天你是厨艺可以比赛 你谁炒的菜好吃香 色香味俱全 这个可以比赛 可是你不能够给他限制说 甲乙丙丁 像比如说阿基塞 阿基塞自己想要考乙籍都考不过 他还是评审了 但是在这个里面 这个书里面他有讲过说 他们以前亚洲饭店办的第一次 第一届金户奖 那个是应该念是那个 那个是念户 就是那个锅子的意思 金户奖 他不是金鼎奖 金鼎奖是另外的那个出版业的人 叫金鼎奖 他们这个厨师厨艺比赛叫金户奖 第一届金户奖就是他们主办的 当时阿基塞没有得到名词 只得到优良的厨师奖 那时候他才二十几岁 阿基塞现在很有名的那个 上次闹过绯闻的那个人 我对阿基塞是非常的好评的 因为他每一集在讲这个厨艺的时候 都讲出一点道理来 那个道理不见得很深奥 他不会讲 不会讲生物化学 也不会讲食品工业 食品化学 他讲的东西都很实在 而且删除了迷信 跟这个不正确的部分 他不会去讲这氨基酸 那什么这些玩意 他不会去讲这些东西 但他讲的很实在 这个东西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会有什么样的风味 什么样的口味 然后可以怎么样变化 简单讲就是 就是压箱底功夫拿出来 可是阿基塞那次没有得奖 但他举办了这个之后 阿基塞从一家饭店 被挖角到国宾饭店去 当主厨 然后后来 现在是全台湾知名的 但是这个 那一届的那个冠军 是一个 那个台湾原山饭店的那个主厨 那个主厨的名字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有名跟没名 差异在哪里 差异在媒体 那 总的来讲 我那个情急再三的讲说 我们现在国家走错路了 他这边也是在讲 我们国家的教育完全走错路了 就是应该要实实在在的 我其实我个人有相当的这个感觉就是 比如说 我以前学学生时代吧 我们讲是学物里面有一门叫电工原理 那如果你学专业的也有电工原理 那一定要考电工原理的考试嘛 考试的时候 那个很多人的 学机界的人考电工原理都考不过 为什么 觉得好像很难啊 很抽象 电 那个电阻的串并连 电池的串并连 最主要是电阻了 还有加电容之后会怎么样 那实际上一个电路的构成就是这些嘛 电阻电容 电杆 这些玩意儿嘛 然后这些东西是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那加了这些东西之后 还那时候还没有二极体 还不在电工原理的范畴以内 电工原理是非常古老的东西 那每次考试就是那些电阻的串并连吧 那如果今天换我来教 我一定规定学生 每一个人买一个三用电表 然后每一个人买一套教学用具 就是那些电阻 你除了你要会计算串并连之后 串并连并连并连这些玩意儿之后 就考的就是这些东西嘛 这些古老东西 你为什么会考不过呢 会不懂呢 你应该要聊如指掌才对啊 那如何聊如指掌 很简单嘛 你随便一个题目拿起来 你就把电阻整整编起来 几欧姆的几欧姆的 并在一起之后 你用电压一加下去一量 你就知道它的阻抗是多少 这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会把学生考的这么难 我记得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 每次这个电工院里考的很多人不及格 甚至于考到零分的都有很多 有那么难吗 你买一个三用电表也不过几百块钱 你在买那些电阻这些玩意儿 没有多少钱 如果说与其说你想要通过这门考试 你不如说你把它真正的了解 这个电流在里面如何流动 我记得有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曾经讲过说 所有的这些他的员工 跟这个电路有关系的人都应该是 脑子里面都觉得说感觉到电流在那里面流动的 在这个电路线图里面流动的那种流动的感觉 他都有知觉 也就是他要知道说这个电路有问题的时候 他要加一个电感还是要加一个电阻 还是要减少一个电阻或者是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那个电容 那为什么要加这些元件呢 这些元件一个个就跟 就跟机械的所谓的gear也是一样的 元件嘛 你要变数你就要加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都是计算东西 为什么学理科的人很会计算 可是一动手就完了呢 工科的人会动手 可是理论搞不通的话 等于百搞 美国为什么工业这么强大 有那么多的创造发明呢 就是他们在车库里面不读书 在车库里面每天研究这个东西 实际下去操作 然后再觉得学理不够的地方 再把书拿起来再看 这才有用 真正的是要学以致用 是要这样子搞 所以总的来讲 就像这样 就像你今天你要做餐饮 你现在必须要考到丙级执照 你要考到丙级执照 你要自己硬去闯的话 以我这种很容易很容易考试的人的话 很容易就过了 就像不去受训我也有办法过 但是你丙级执照没有什么意义啊 你又是什么中国餐点又是什么 再都不用 其实以餐饮业来讲 我个人认为只要考一项 就是卫生 卫生跟安全 所谓卫生就是什么 你的卫生习惯 你的衣服 你的道具 要如何清洁 你要当场演示 第二个就是安全 你如何拿刀 拿刀拿擦 他要你去切菜 切肉 去破鱼 这些你他要考就是这些基本动作而已 剩下的全是艺术 厨艺 艺术 你不能够用什么甲衣丙丁 这个公报鸡 这次考的是公报鸡丁 下次考的是什么 唐树鲤鱼 这个厨艺是无限宽远的 同样的工业技术也是这样子 无限宽远的 你何必限制他呢 你只要他基本的操作是安全的 就OK了 你就可以上线了 剩下就是 现在师傅已经领进门 修行看个人了 同样的我刚刚已经讲过 厨艺可以竞赛 谁做的好吃 色香味俱全 这个大家有目共睹 那裁判可以去尝 甚至于 那个重要的这个来宾也可以上去尝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色香味俱全 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些基本的 我刚讲过 第一个卫生 第二个安全 安全是对自己 对周遭的环境 那卫生是环境 跟你的食材的处理 还有你个人的卫生习惯 如果你留的指甲又是彩绘 又是什么的 还有戴着戒指 你在那边和面和个屁了 那都是骗人的 像网路上很多这种教学的 你一看就看破手脚 你先看看他的指甲干不干净 如果你指甲都不干净 你揉的东西里面有多少细菌在里面 这些才是重点 剩下就不是重点 剩下都是艺术 都是创意 创意要在安全卫生的前提之下进行 以上跟各位分享 其实这个书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不要再去迷信所谓的学历 也不要再走错路了 应该回头 应该要想的是横向发展的 如何让这个国家的国力更增强 能力更增加 潜力更显现 就是他其实他讲的这个 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那我那清奇当然词不达意 那这个很难讲的很透彻 我今天就帮他讲一集 以上跟各位分享 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提 这个提倡高职 还有技术这个 这个这个承传 反对技术大学 技术学院科技大学 还有考证照 这个是阎长寿的说法 其实我完全赞成 只是我讲的比他更深入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